国道一号彰化皮头就要流到附近 下起五月雪了吗 整条国道南下和北上都布满 白色木棉花的棉绪在空中随风飘散 莫棉花的棉绪多到像在国道下起暴风雪 也遮蔽了驾驶视线 大家布约儿童放慢车速 要小心翼翼开过这段五月雪景 木棉花树的棉绪不止在国道上飞舞 下了交流道在平面道路上也是一大堆 随手抓都抓得到 因为这个美景很漂亮 但是行车安全更重要 对对对对 不想看这样 而国道一号种最多木棉树的路段 是从皮头就流到往南 219公里到221公里的地方 大约两公里最密集 木棉树在二到四月份开花旗过后 五月时果实就会裂开 里面有满满的棉绪 和种子数量一多被风吹起 就变成这幅大雪场景 看起来很唯美 但在国道上已经影响交通安全 警方提醒开车 经过木棉花棉绪狂飞的路段 一定要放慢速度 不是要停留少美景 而是要小心通过 不要逗留 有个人来说 别忘了 有个人看起来 都下证了 都下证了 有个人看起来 谢谢观看